大公報 資訊公眾3月回收商需領排港府唱立法規管廢食油 2015年7月8日港民A12去年台灣劣質食油事件轟動全港 觸發政府計劃立法規管本港食用油生產及廢食油回收 並於昨日展開3個月公眾資訊 當局建議未來所有負責回收再造廢食油的商家均須領取牌照 若食市將廢食油交給無牌回收者 雙方都須負上認責食肆可能聽牌 本港食用油生產進出口商也須獲得官方認可證明書 當局預計明年將法案提交立法會 並定立合理寬限期 立法前會率先將相關條例加入食肆發牌條件 餐飲業及回收業界均贊同加強規管 大公部記者將節書去年下半年台灣劣質豬油輸入香港 全港數百間食肆、餅房受牽連 港人機負責體中招 事件為食用油安全烤在警鐘 食物及衛生局、環境局昨日公布諮詢文件 建議立法加強規管本地食用油的生產、進出口 以及廢節食油的回收再造 咨詢期至10月6日結束 未來所有廢節食油收集商、儲置商及出口商 都須領取牌照、無牌經營會面臨罰款或監禁 食肆或食物製造廠若將廢油交與無牌回收商 亦要面臨釘牌及刑責以此確保廢油僅用於製造生物柴油 肥造等產品,不會再回流入食物鏈 而且所有持牌人需保留單據12個月 以便發生事故時環保處可及時追查問題 由去向政府有建議,所有在港生產的食用油均需負有官方 或官方認可獨立檢測機構所發出的證明書 食用油入口商亦需提供生產地的官方或官方認可機構證明書 規管範圍包括植物油、動物油及用作配料的食用油脂 橄欖油、棉子油、花生油、豬油、牛羊油脂等均在規管範圍內 不過牛油、植物牛油、可可脂等脂肪與臟液就不在規管範圍內 收緊食用油安全標準為確保食物安全 政府建議收緊食用油安全標準,例如可致癌並常見於地區油成分的本並備 含量建議由原本每公升10微克,收緊至不高於5微克 政府建議給業界合理寬限期,讓它們有時間改良產品配方 確保有足夠私營化驗室進行檢測 具體寬限期長短將視訊結果移定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出 今年10月完成諮詢後需要整理意見,並作出修訂 預計明年可提交最終法案 環境保護署助理署長,減費及回收 王漢明則指,具體法則政府尚未定案 會參考現行食物安全規管做法 最好可以罰款10萬,及監禁半年 而在立法之前當局將以行政方式為回收商登記 預計10月初正式接受申請,讓業界所先適應新例 並會加入食肆發牌條件 約期間食肆將廢舌油膠羽毛牌回收商 可能不獲續牌 他續指,本港現有三間大型生物柴油再造廠 以及遍布各區的18至20家回收商 有信心足夠應付食用油回收 餐飲業及回收業都歡迎加強食油規管 罪福留集團董事總經理王極龍只支持規管 不過擔心本港有排回收商不足 會產生高昂的回收費用 令食肆成本增加 他擔心會造成部分食肆為減省成本 非法傾到廢油、回收廢油製造生物柴油的回收商 黃耀光越認同立法愈快愈好 有必要立法確保食油安全 避免重度強觀豬油事件的覆設 讓劣質油再度流入市場 他只不怕發牌制度繁複 最重要的是規範市場 保障食油安全 尋覓空 resept